我跟大家分享一个Tweet 我这里看到中国协助 塞到太阳能源价格大跌 Solar Cost Drops 太阳能源价格大跌 中国生产比任何人更多的太阳能 而中国扩展到整个供应点上 亦都中国所装的太阳能源价格大跌 因此我们要多谢中国 这里有几个图片给大家看 第一个图片看到太阳能板 橙色的线 在2010年每一个MW 一个巨瓦大约是378元 到2019年只剩68元 不见了5倍 5倍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成就 把一个重要的产业变成白菜价 人都可以负担得起 第二幅图就是装机容量 第一条 左边第一个就是中国 后面的黑白 都没有办法和中国 中国一个国家装的装机容量 比全世界还要多 所以说到解决排坛问题 都不可说中国不下功夫 好了 关于供应链 藍色部份中國是看不到大小 但無論是第一部份是78% 第二部份是96% 下面是85%和74% 中國在整個產業鏈上是非常重要的成員 裝機的碳能生產能量出來 美國和歐盟加起來約莫等於中國那麼多 這是2021年 後面有些印度、澳洲之類相對少 中國繼續直線上升 高處未見高 但問題是現在中美之間有貿易戰 美國將新疆列為所有新疆產品都是強迫勞工 因此太陽能板有很多原材料來自新疆 他們不用 不用又如何? 沒有東西的 價錢比較貴 這是來自路透社的 為何不肯上前動 上前給大家看看 因為美國不用 所以美國的太陽能價格 比以往高了33% 有好東西不用 結果現在用貴 所以很多這些計劃也無法繼續推進了 不要好東西 螢光幕不肯給大家看 但我會把接鏈放在描述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 在一起 改成一堆